好,我们继续做题目 我们刚才的题目都是假设没有散热 我们的题目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是没有散热的 但偶尔会有题目是有散热的 会有散热的情况 好,这一题有个不良的绝热容器 有装了这么多的废水 掉了这么多的冷水 但是有6000卡热量散失 请问你最后的这个全部的水 总共的平温度是多少度 好,一样 观念是一样的 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以前是没有散热就不要理它 现在是有散热就是要理它 那怎么算热也是一样 H等于MSΔT 所以基本上做法一样的 只是现在多一个散热这一块 那谁放热?100度C的放热 谁吸热?40度C的吸热 所以我们摄氛为T度 然后呢 这个500克的热水 比21 然后高温减低温 原来100降到T 那另外有一个100公克 比21 然后呢 从我们的四度一升到T度 所以T减40 这两个叫做放热跟吸热 然后加上一个散热要6000 加上一个散热要6000 所以想法并没有改变 练势也没有改变 只是以前不需要管散热 现在要管而已 那么数学是练完了 就是开始认真努力做 数学是一一一 一动一动就算出来是80度C 算出来就是80度C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 有散热的题目 OK吗 OK 好 接下来换各位 换各位 20公克90度的热水 30公克20度的冷水 有400塔热量散热 请问你最后平衡温度多少 最后平衡温度多少 跟刚才一样 基本观念都相同 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那怎么算热 h等于mx2t 看看谁放热 mx2t 看看谁吸热 mx2t 记得要加上一个散热 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好来 你角落 最角落的那一位 你的答案多少 直接用 他算出来了 他快要算出来了 最好是能够快要算出来 他剩下两个步骤就算出来了 然后又把它涂就变成三个步骤了 好啦 最后五秒钟 四秒钟 三秒钟 两秒钟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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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没关系请坐 这个计算在那边有个困难吧 答案 五四三二一 答案 五四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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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赶快啦 天要黑了 世界要末日了 五四三二一 你那边正比极数到你答案出来没有 事实很好 一样放热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怎么算热 S等于MF加达T 谁放热 90度放热 谁吸热 20度吸热 色莫尔维基度 然后一样 放热的是90度吸 质量乘比热 乘温度变化 吸热的是20度吸 质量乘比热 乘温度变化 然后最后加上一个散热 叫400 放热等于吸热 加上散热 我们讲过了 如果你是用高温减低温的 你要自己判断谁放热 谁吸热 高温的放热 低温的吸热 OK 然后就是数学 浆浆浆浆浆浆浆 就会算出来40度吸 简单小事情 好 再做一题 现在改成问散热多少 现在改成问你散热散多少 我有给两杯水的初温跟质量 有给最后的末温 那这时候变成问散热散了多少 讲过了计算想法 都跟以前过去完全相同 我们做这么多题了 都一样 叫做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怎么算热 H等于MσΔT MσΔT 请问你这样子是有多少 来 谭小姐你算完了吗 我答了 你答多少 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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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六 两千六哦 OK 好 一样 放热等于吸热加上散热怎么算热 H等于MσΔT 就这样子算 然后呢 谁放热 八十度的放热 谁吸热 二十度的吸热 最后温三十 所以高温减低温是八十减三十 跟三十减二十 所以左边的 然后我们假设散热不知道X 所以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八十度的放热 质量乘比热乘温度变化 二十度的吸热 质量乘比热乘温度变化 再加上一个散热不知道X 然后就是数学 一过来一过去 答案叫做两千六百卡 所以散热两千六百卡 所以这几题就让各位练习 有散热的状况的题目 有散热情况的题目 OK 没问题 很好